好 我們剛才提到沒有磁單級 沒有一個磁鐵只有N級或只有S級 但是有電單級 有一個東西它只有以國中的程度說 它只有正電或只有負電 叫做電單級 我們學過什麼東西它只有正電 它就是正電它沒有負電 誰?我們學過誰 它只有正電沒有負電 9號 不錯 你要講青原子核我也沒有意見 但是我們平常會說的東西叫做直子 那你就猜得出來誰只有負電 電子 電子 叫做電單級 沒有磁單級但是有電單級 OK 然後呢會有一些影響 但是我們國中沒有特別叫這個 叫特別叫這個 第一個 第二個是所謂的指南語 這就是所謂的指南語 OK 然後放一個可以轉來轉去的指針 請問你看鏡子的時候會長哪裡 就是講磁鐵的基本觀念而已 很簡單 沒有什麼特別的 一 來 帥哥男 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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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啊 B吧 B吧 你做 就是磁鐵會指向南北方 所以可以做羅盤指南針 所以會指向南北方 所以呢自由轉動 它可以自由轉動 停下會指向南北方 所以答案就選B 下個就是講磁級的觀念 磁級的觀念 磁級的磁力最強 所以可以吸引最多的鐵釘 鐵粉 然後呢中性區呢 就幾乎沒有磁力 就講這些事情 很容易 來 來小女生 十號 C 你做 好就是磁級最強 磁級在兩端 我們國中教你的事在兩端 現實生活裡不見得是這樣 不見得是這樣 然後呢在兩端 答案中間沒有磁性 所以呢 答案會選的就是C 答案就選C OK 最後 就是剛剛問你的 沒有磁單級 切開之後會怎樣 切開之後 磁級的分布會如何 就是問這個 這個 好 帥哥呢 而是 而是 豬 你選豬 你做 你選的叫做豬 這個 這個就沒有磁單級 所有的磁鐵都有N級跟S級 沒有磁單級 所以都會有N級跟S級 所以那個豬沒有 豬就只有 這個磁鐵只有N級或只有N級是錯的 所以答案就選豬 這就是很簡單的 磁鐵的一些基本想法 然後呢 會指向南北方 沒有磁單級 磁級的磁力最強 很簡單 很容易的事情 OK